接着带您看到莱纳尼座阿美族温泉部落主题展 从11月26日开始在瑞穗乡秦美原住民文物馆正式开展 其中展示中是特别透过了石虎的角色 带领观众穿越温泉烟业传统领域三大主题 带大众来回顾这段土地发展的历史 温泉部落头目迎唱赵福元黄宁领唱 以及温泉文件站的长者表演手语以及舞蹈 为这场展览揭开序幕 来那你座阿美族温泉部落主题展 从11月26日起在瑞穗乡秦美原住民文物馆正式展开 展示中特别透过石虎的角色带领观众穿越温泉烟业传统领域三大主题 回顾这段土地发展的历史 不过现在我想大家都非常重视我们自己的文化 对于旧烟楼的一个维护也更加的用心 我想文化部对于这个产业的一个延续是非常的重视 当然它里面有一些过程需要我们的所有权人来提出来 来同意才可以来做这个诊件 商长表示这一次展览筹备的过程当中 也特别感谢温泉部落长辈族人们不吝分享部落的资讯 并且提供家中过去投入烟草产业的真层文物 让这个展览拥有丰富的口述故事以及珍贵的真实文物 那不管你是谁 我们都欢迎你来这里了解地方关心地方 我们发展部落建设部落 我想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的一个主题真的是非常恰当的 所以今天这个主题呈现的 就是我们希望未来每一个部落都有它的特色的一个呈现 让大家都认同我们自己的根在哪里 展览的制作是以工作方的方式采集温泉部落洗老门的口述记忆 透过物件地图照片的媒介重现温泉部落的生活地景 将植物人的视野在展场中转化而生 期待为游客打造一种崭新的观点 来看见温泉部落的多层风貌 记者高双双瑞翔采访报道